我刚刚提到如果要对角线的话 第一件事一定要先把范围选起来 反正它有点像是把这个范围里面每个储存格 都去检查一下符不符合那个条件 如果符合条件帮你做格式化 所以第一个 第二的话设定格式化条件新增的规则 这个规则的话是一样使用公司来决定 所以开头一定要等于 等于什么呢 当那个被乘数 加上 所以有两个加上那个乘数的总和等于10的话 那其实大概就是对角线这几个 我看一下好像其他不是 如果当这个B3 所以我希望点它一下 但是我习惯会把那个B3的B前面的前的符号拿掉 然后再加上加的话是 这个加上A4的结果 A4的话呢一样就是把 4的前面的钱拿掉 如果这个条件 最后两个相加的结果等于10的时候 所以后面还是要加一个运算结果 也就是说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就帮我怎么样 把那个格式 什么样格式 填满的地方 改成黄色好了 OK 按确定 好那看一下啦 其实理论上 会格式应该就是 右上到左下这些 因为只有这边相加等于10 所以按确定的话你会发现 得到的结果应该刚好 就会是这样 有没有 左上到右下啦 OK 那其他的话变化 你们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反正可以针对某一些条件做 这个需要的一个格式结果啦 OK啊这考试不考 我只是说因为 为了让大家更能够明白 这个九十层法表 它到底要我们做哪些动作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 再增加了一个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的话 OK这边公式在这里 所以前面一定是等号 当B3加上A4等于10的时候 这个条件发生的话 那帮我把他的底色变成黄色 OK这个试试看好了 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真的还蛮好用的 只是说 不太容易做正确啦 因为可能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理解 他这个功能 到底能够帮你做什么 好那这个大概先完成到这里 再来的话呢 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第二题 就是画框线 那其实这个框线 我觉得并不难 只是说他的叙述 可能也是要看懂 他这个地方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了 第三列 的上方 跟第十二列的下方 然后呢 最 最初实现 OK 所以呢 第一个的话 他 2-A的地方 我们先把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等于这个表 这个就是代表表 表格把它说 把它选起来 那选的话呢 请你选 选那个A3 到 J12这个范围 那他主要是要上面这一条线 跟下面这一条线 OK 所以选完之后的话呢 一样 在常用里面的话 找到那个 设定其他框线 我习惯从这边 当然你如果有别的方法 没关系 反正你就叫出那个设定框线的工具 好 那选的范围里面呢 他说要最初 最初应该是这个吧 第五 应该是2-4-6 他这边题目里面应该要讲 应该是 第六个啦 所以是最最下面 等于是倒数第二个 然后呢 我们针对这个范围的上面这一条线 所以我习惯是直接点 这个 这个其实 这个框框其实指的就是这个选取区域 那上面这一条线你就点上面这条线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上面这条线呢 就会是最初实现 下面这一条线也再点一下 就点上面跟下面 好 这样就OK了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按确定 好 那你会发现上面一条线下面一条线 OK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2-B的部分 他说要B到I的右边 跟4-11的下方 最细实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 B到I 所以B B到这里 所以选的时候呢 记得 A一栏不要选 这一栏不要选 所以从B3一直选 选到I的12这个范围 然后右边 右边这一条线 所以呢 你就是 你就是直接把范围选起来之后呢 再选设定其他光线的地方 那因为是右边的线 所以记得先选样式 细的这个 然后记得选这一条线 所以我习惯这边点一下 另外的话还有这边这一条 所以要点两次哦 这一条线不要 因为他左边这一条线不要 所以是右边这两条线要 把它按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就有线 这边这一条应该是没有 那你说这一条线怎么办 没关系 他最后是希望画双线 他不是要画单线 另外的话呢 再来 所以刚刚第一个 重线OK了 那横线部分的话 请你把A4一直选 选到J的11就可以了 因为他这边有要求 上面跟这两个 其实不要选到 然后做什么呢 一样的动作 做其他的框线 然后一样是选那个样式 最细的框线 那同样的 就是下面的一条线 所以先选样式 然后再点下面这一条线 跟下面 点错了 取笑一下 记得 就是下面的两条线就对了 这条线 OK 跟这一条中间这条线 那上面这一条不要 OK 那为什么这一条 其实主要 他这一条线是希望画双线 所以先不要点到 OK 按确定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的 那个 2-B的部分 那最后的话就是 我刚刚讲了 其实有两条线 他留下来 就这条线 有没有 这条线的右边 所以我选A3 一直选到A12 然后呢 选择其他框线 那因为我希望这一条线双线 所以我先选双线 然后再点他的右边 这个选举范围的右边 所以右边 你就点右边 这个这个点 等一下 右边这边就会有一个 双线 按确定看一下 理论上这边就有个双线 有没有 OK 那还有哪一个呢 A3一直到 追 追3 这个范围 的下面这一条线 所以一样 把A3选到追3之后 然后呢 找到其他框线里面的双线 的下面那条线 所以下面一样点 这个范围的下面这一条线 点一下 下面这一条线 那就会被化成双线了 OK 理论上这样子就完成 绘枝框线的动作了 怎么知道到底正不正确 一般习惯是这样 你干脆预览列印看一下 这档案里面 或者在 这边的话你可以 或者在预览列印里面的话 你可以在那个版面配置里面 这边有一个预览列印吧 你可以 我的习惯是版面配置的右下角 这个这个点一下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预览列印 反正你找到预览列印看一下 那理论上呢 他画出来的结果 大概就长这样 他好像把它分成这样 他没有把它分成 把它放在同一页 理论上就是 上面这一条线 跟下面这条线出的 里面那一线一律就是细线 还有呢 这一条线的右边是双线 这一条线的下方 也是双线 那试试看 把这一题 试着玩 最后 他题目还有 就是最后一样把它存档 存档的方式呢 跟前面一样 我看一下这个存档 他一样把它存成 EXA01 所以最后的 把这个档案 另存新档 浏览一下 然后把它存成 EXA01 那这样这一题就完成了 OK 诶等一下 否一下 应该要改成那个 活页 EXALE的活页部 他好像预设是那个 Open Document 这个Document的那个 试算表 把它存档 好 那这一题的话 108部分 请各位就试试看 那有一些画框线 框线部分稍微比较 复杂一点 好 108部分 那这一题 比较难的就是 公式 还有那个 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这个可以再多多练习 那108做完之后的话 等一下有时间 可以现在先看一下 那个 110的部分 哦 111 111 123 123 154 154 155 166